《謀殺官員》第二步 《化工女王的逆襲》第七章 院公安局主觀認證的副局長王格東一面陰沉地走過來 看著正在忙碌的法醫組長老陳,他進入手 老陳,你過來吧 老大,你來了 死了幾個人 王格東走在眉頭 可能是死了四個 因為現場炸得很難 屍體根本拼不齊 聽說爆炸地點裡一共有四個人 還有十六個人不同程度有點受傷 有五個重傷,還在搶救 有沒有得救? 和醫生打聽過,死大概死不了 王格東敢按太陽穴 那麽大件事,誰搞出來的? 不知道啊,刑青隊還在查 我們這邊只知道是炸藥 什麽炸藥? 還不能夠完全判斷的,需要繼續分析炸藥前後的反應物 現在分析到一半,我想應該是三燒基安革本 三燒基安革本? 這些是什麽來的? 簡單點說,俗稱TNT 王格東即時兩眼放光 他不知道什麽叫三燒基安革本 但是他聽到TNT,他馬上就明白過來了 然後沉聲地說,軍用炸藥? 是啊,這些軍用比較多 民用爆破工程裏面有可能也用到這個 王格東第一支煙給老陳 又自己點了口,想了想 兇手是被炸死了還是逃走了? 不知道啊 聽說,刑政隊還在幫那些傷者做不錄 早晨到底發生什麽事呢?其實我都不太清楚 王格東思考了一會又問 三燒基安革本市面上有沒有得賣? 老陳回答 這一種東西管得比較嚴格的 還嚴格過窗枝的 建築單位買多少用多少都是嚴格監管 在我們省發生這種類似的案件 基本上用的都是土火藥 土火藥的威力就有限,穩定性很差 很多情況下,兇手都把自己炸死了 我從來沒見過用TNT那麽扔本的 王格東鏈式口煙 土製火藥一般是自製的 這種東西比較簡單,隨便買些材料就可以了 或者在煙花的炮粥裏弄出來就可以了 王格東又說了 那TNT呢?可不可以自己製作? 老陳領領頭了 難度很大,要用到發煙燒酸和龍流酸 需要工業設備的,自己應該是做不到出來的 王格東這樣說了 好了,你繼續做事吧,我和其他人了解一下情況先 他想了一會兒,這件案影響這麼大 現在在院裡已經動用所有相關部門封鎖消息了 但顯然這件事壓是壓不住的 要早點破案才行,搞清楚事實的真相 目前現在要做,讓老陳這邊最終完成全部的炸肉成份鑑定 如果真是TNT的話,就需要去到周邊的院士和相關的地方好好的排查一下才行 另外一個說,就要去問問營精隊裡面最新的營精調查了 他向著營精隊的那幾間辦公室走過去 還沒走過去,應免隊長林傑跑過來急聲說 到底應該鎖定兇手了? 好,這麼快,王格東有點喜出望外 沒想到半天時間都不到就知道兇手 林傑說,早晨鎮上面是和何家簽協議 就是被江萍搞的那個何家呢 那個護主的媳婦過來簽的 那個護主叫金嘉玲 當時辦公室一共四個人 除了金嘉玲之外 分別就是副鎮長李剛、江萍 還有街道辦主任陸惠國 四個人當場炸死 當然啦 屍體全部炸爛了 一隻手指都找不出來 所以在這房間裡的人沒辦法可以逃生 我也問過其他人 確定這房間只有他們四個 爆炸在這辦公室裡傳出來的 我們查過監控的了 當時金嘉玲就揹著一個單肩包 單肩包裡面裝著什麼看不出來 我猜一定是炸藥 之後我們查了金嘉玲的簡歷 他十幾年前是節大化學系的學生 我又翻查一下他學校的檔案 發現他的幾篇論文都是講到炸藥工藝的提償 他對炸藥製作這一塊應該很精通 這樣啊? 黃格東顯然沒想到一個女人 居上弄出炸藥來跟他們拼命 他跟著冷笑了一下 江洪萍這個死蠢真是死有餘辜 如果不是有人補他的話 我早就廢他了 李剛那隻東西又不是什麼好東西 不過陸衛國嘛 我聽說他在老百姓那邊口碑不錯 這件事本來不關他事的 唉 他想想繼續說了 現在案件基本清楚 你們去另一個搜查令 搜一搜何家 回頭再將犯罪動機 犯罪經過 監控陸像等等整理一下 就這樣結案了 過幾天跟上級領導溝通一下 再決定什麼時候 用什麼方式向社會公佈 林杰說了 好啊 我現在馬上去做 跟著 林杰大人搜查了何家 搜出了各種各樣的化學設備 和用剩的材料 在家裡還發現了TNT的微粒 遠隔再派人走訪了相關材料銷售點 金嘉玲的材料 大部分是從農財市場 和中學化學品銷售點買的 店家也確認過 這個女人前幾天買過這些東西 金嘉玲買了各種化肥 燒酸 流酸 經過化學反應 反覆提訊 最後做出了TNT炸藥 整個案件結構清晰 犯罪動機明確 證據確鑿 兇手和受害者同歸於盡 兇手家屬並不知情 後續就不需要考慮什麼良刑 賠償的問題了 院裡向社會公佈的時候 遇到一些麻煩 他們不能夠說 何家的男人被人抓了又派出所 最後送回骨灰鞅出來 所以業主才怒法充官地 同歸於盡 經過處理統一口徑對外宣布 金嘉玲這個人性情古怪 不太喜歡跟人說話 有嚴重的精神疾病 同時生活不如意 夫妻生活遭到很嚴重的障礙 於是就仇視社會 證據就是幾年前 他在網上評論跟帖 罵過政府幾句 也抱怨過幾句分口的生活不如意 院裡也加派人手增加維穩的規模 在近幾個星期內控制輿論媒體 尤其是不讓外地媒體有機會採訪到金嘉玲家屬 總之 建案就這樣了結了 他們以為整件事就這樣結束 很快就風平浪靜 但是他們不知道 他回來了 在他眼裡 金嘉玲玩的簡直是小儀科 徐真說的這個人 至張是160 在學生時代 化學系的同學 棄稱金嘉玲是化工女王 如果真的有化工女王的話 這樣一定有個真正的化工教王 只不過他不喜歡用這種炸藥悲壯的方式 要做就要做得高端些 是不讓他再次進行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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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好嗎 美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